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小,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科幻片《玉子》。 在未来,美国米兰达公司为了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,开始着手研究转基因猪。 在诞生多个怪物之后,它们终于发明了一种全新的健康品种,这种猪能长出巨大的体型并且肉质鲜美。 公司将26只转基因小猪分散到世界各个地区饲养,10年后再调出优质的品种来食用。 14岁的韩国小姑娘梅子和爷爷一起住在一个小乡村里,她唯一的伙伴就是一只名叫玉子的转基因猪。 玉子重达6吨,但看起来非常可爱,它的身体融合了河马、小猪和宠物狗的元素,并且智商极高。 玉子成长的第10年,米兰达公司的检查员来到山上检查,并宣布玉子就是这26只小猪里最健康的超级猪。 他们要把玉子带回纽约参加超级猪大赛,然后给梅子留下了一个金猪当作补偿和报酬。 但是在梅子的心里,玉子是陪伴她长大的朋友,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另一个生命,所以她不顾爷爷的阻拦,在动物解放组织的帮助下,开始了研究玉子的行动。 为了躲避米兰达公司的追捕,梅子带着玉子跑入商场,围观的游客都被这只巨型猪吓得四散逃离,这一幕也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热闻。 受到惊吓的玉子扭伤了脚,倒在了商场里,幸好,动物解放组织及时帮助梅子和玉子,摔下追捕他们的米兰达公司。 随后,一个叫杰的组织成员向梅子提出了一个建议,他们想将一个摄像机安放在玉子身上,然后让米兰达公司带走玉子。 当玉子回到实验室被检测时,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可以录下米兰达公司如何虐待动物,以及如何制造转基因巨兽。 一旦这个视频公布出去,引起人们的同情和讨论,就可以拯救更多像玉子这样的动物。 梅子当然不同意玉子去冒险,但组织中的翻译为了完成计划,用英语告诉杰,梅子同意这么做。 不明就里的杰十分开心,她在玉子身上安装好摄像头后便离开了,而玉子则被赶来的警察抓住,送往米兰达公司。 由于之前梅子就玉子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,媒体和观众都怒斥米兰达公司。 公司高层想了一个解决办法,他们竟然找到梅子告诉她,玉子就是超级猪大赛实质名归的冠军猪,而她的饲养者梅子也特别适合做超级猪的代言人。 公司高层还假意安抚梅子,声称不会伤害超级猪,实际上他们却将玉子和其他转基因猪放在一起虐待,提取他们身上各个部位的肉来烹制美食。 知道真相的梅子闯入米兰达的培育总部,质问高层为什么要杀死玉子,高层只是冷冰冰地说,因为玉子死了就可以卖掉她。 梅子将身上的金猪交给高层,她想买活的玉子,最终无力不为的高层同意了这次交易。 离开的途中,梅子看到总部工厂外,无数被赶向屠宰场的超级猪在不断地哀嚎,更是有一对超级猪趁着工作人员不备,拱起篮网,一嘴把自己的小超级猪拱出篮外, 让玉子和梅子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绝望的屠宰场。 在这部电影中,庞大的宠物猪,玉子的CG形象生动逼真,不论是肢体动作还是与人类的眼神交流,都让人觉得她是一只真实存在的巨手。 而她与梅子之间相爱,相惜,相互依赖的情感关系,相信每个养过宠物的人都会有些许共鸣吧。 好了,电影介绍到这里,我是小小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